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刷牌 看得我真的是 好的 第一把是一个野心家旅贩孙上香 第二把是一个孙间孙策 第三把是一个寻幽里点 好的 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录像 我发现我今天看了蛮多投稿的 这样最近投稿质量都很高很多很精彩的 我为什么这次脱根了呢 其实也没有脱根就五天没根 好啦 脱了两天啦 是因为我发现我之前连续勤快的更新 然后最后一期视频点击量上不去 就这四千 我觉得不行 对付你们这些男人就应该鸡一顿保一顿 对不对 不能一直满足你们 这个牌词是不是有点过于 没事啊 我是说的是正经话 好的 我们回到牌局 这边是亮了一个终于二章 太子词陆迅 哇 这个太子词还是一个神装状态 这边针基徐晃 其实徐晃这个将我觉得现在是可以关掉的 我之前就关了 我觉得现在更应该关掉 因为现在徐晃墙都明显已经跟不上了 哇 这边出来了一个鲁素分策 我们主视角应该很激动啊 就这边他自己只要亮出来 以这个如果的质量 诶 肯定 赢了 但是 这边 替我挡着 阻断了他的梦想 诶 这个小乔是个四雪 这个主将是什么呀 主将 诶 四雪小乔主将应该是什么 奇怪哦 难道是吕布吗 哦 我知道了 怎么会是吕布呢 吕布又 吕布是群雄的呀 这 诶 主角肯定是乖女嘛 对不对 好的 我们这边回到正起啊 我们现在稍微慢一点 这边刷牌刷牌挺多的 这边刷一刀 再刷一刀 孙上香女伴的这个锅量实在是太太大了 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吓人啊 好 这边看一下 哦 继续决定去打这个真鸡 因为这边的话有一个7号位还有个2号位 好 这边继续 南蛮肯定是要开的 接着哦 接着哦 这边继续 然后再怎么打呢 杀一刀下加 然后铁锁连环 再杀一刀下加 这个是准备1打5的移动 看看 太子次会不会死 哦 漂亮 这边死了 也先加无论是杀那个 多秒还是杀大国都是三张牌 或者杀谁都是三张牌 好 这边继续借刀 然后再 挂装备过牌 怎么打 看一下 这边肯定是要顺手牵羊啊 顺手牵羊拿这个加一马 加一马肯定是要拿 这边 哇 其实它是准备1打4的节奏了 就直接准备1打4了是吗 是这么有自信吗 其实我觉得 嗯 稍微稳妥一点的话 我其实不那么赞成1打4 因为这个吕范香香的话 其实它不去惹这个 下加和 哦 这边又演了一个 不去惹下加和吕波的话呢 嗯 自己肯定是不会挨打的 何不利用盟友先去借力打力打 这两个无果对不对 先解决一个再说嘛 因为还是 你自己在回国外是没有防御的嘛 如果自己被色人围殴的话 还是有一些危险的 我没有关系啊 我们这吕范香香就是如此的霸气 哥不需要盟友 这边看一下继续调度拿自己的牌 哇 这个过牌量 这边看一下要选择怎么打呢 肯定是打周鱼顿 因为你这个牌是打不死分间的嘛 你不可能去打这个周鱼顿 这个牌是打不死分间的 这边冰凉寸断继续去冰里锅 嗯 那就是起了心一打4嘛 容我赛斯 就我 我这玩比较怂啊 我可能还是不太会选择一打4 因为我不一打4的话 某种还是会帮我 不过这个状态的香香 说实话他要嚣张也可以 只是确实没有那么稳 这个状态的吕范香香实在是太猛了 神装啊我的天 这边无懈可击 哇 这里又过到了一堆的牌 这是什么惨 哇 这是什么过牌量 继续 再继续 这边继续顺 顺手 怪石斧挂上 麒麟弓挂上 我的天 这边顺小乔 哇 又顺到一个武器 我的妈呀 太吓人了 今天小西姐要这边去拖那个盾 因为不用去拖那个武器嘛 因为武器可以顶掉 要再去消极一下 所以拖盾是对的 不要拖那个武器 这副牌已经要被杀杀刷光了 还有二十几张 以及他的能力完全能杀光了 这边已经 我们已经刷到了多少张牌啊 现在手牌数在哪看啊 就更新完了 我都不知道手牌数在哪看 反正二三十张的 三十几 三十张应该有吧 南麦入侵 替我挡着 替我挡着 脸目燕双双 绿阳的一窗 这里自己 其实牌已经看不清楚了 我说真的 就是牌序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他这么一手牌 还有AK 大家就不用挑剔牌序 就这个牌 你跟我怎么 你跟我 我也是直接拿满万件了 因为手上还有AK嘛 你什么铁锁也不用换了 你什么火工再说吧 先A完嘛 这个手牌 我的妈呀 真的吓人 继续 这边就没有用 手上有诸葛莲 无中生有 解锁连环 就锁起来嘛 杀一刀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神仙组合 这是什么酷排量 好排队已经马上被刷完了 还剩三张 还剩两张 下游戏 这个组合真的太恐怖了 这个爆发 你不得不承认啊 他这个人品应用是有的 但是呢 就这个组合 能到这种极致爆发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对吧 你除了跟人品特别差 当然了 这个人品也算不错的了 但是这个组合就值得这个人品 实在是 实在是太恐怖了 好的 我们来看第二把 第二把 依然是一个绿皮狗 不 对对对对 绿皮狗 绿皮狗 第二把是一个孙间孙策 孙间孙策 这个组合 其实我以前说很多遍的 这个组合 你要是能觉醒的话 你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 我个人觉得这个组合 还是有被高估的 因为 你不可能说 你实时很容易就到 那个 医血状态 医血状态确实很强 而且你就算到医血状态 就很多人会 集中火力去打你 那么好生肯 让他可以留四张手 就是这个组合是 他确实是一个很强的组合 但是是一个被高估的组合 我说他被高估不代表他不强 因为有时候还是会过于 所以我们不要要求 这些都不是 让他们组合相对 他们都顺得及 那么多多小百块 但是我们也有种 好 好 我是 谢谢 试试看场上形势 这边直接选择去杀巡品组合 这个确实没有别人好杀了 我的天只能杀巡品组合 这边月音关羽 过拆 去月音关羽这边去拆 那个行李的八卦证比较好 因为他打草皮是有风险的 这边草皮是去打了袁绍 去翻了袁绍 我个人觉得这边去翻肝夫人 可能会更好 因为他卫国其实不怕被A的 他哪怕自己死了 这个邓爱真姬可以通行 这是一个很爽的事情 在这边去搬那个楚国 保证循循能够联动 是非常好的 所以曹丕 其实曹丕翻人的话 还是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 小细节的 曹丕翻人 首先千万不要把他当那个补牌技能吧 因为很多草皮还是会把他当补牌技去翻队友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真的不要去翻队友 其次就是说尽量去你翻人的话 首要的去翻那种特别强的 比如说可能打卫国的 就特别强的组合 什么假许什么的 对吧 旅翻香枪什么的之类的吧 其次就是说 如果他强度没有差特别多的情况下 那么尽量去翻自己 前之位或者说自己队友前之位 就看谁先动嘛 就保证自己或者说队友一个联动 这基本上是草坯的翻人的一个小思路吧 大部分时候是适用的 这边已经打得非常胶肘化 这里邓爱已经有五张田了 你看嘛 这个孙天你除了被翻 他们不会去动他的 没有人会去碰这个孙天孙策的 像甘夫人目惑这种这样 其实我也不赞成 无脑就是 我也不赞成说 孙天孙策你无脑去手量 就比如说你场 不是任何时候你 玩孙天孙策的组合 你都可以去量的 就比如说吧 场上量了一个鼠国 两个鼠国 一个无国 那么这个时候 你孙天孙策不要量了 因为你这个时候孙天孙策量 你就是在拉队友的场 本来可能两个鼠 别人暗降其他的非鼠客去打鼠 但你如果说 你是一个孙天孙策 你如果一量 场上有两个鼠 那么他们就会来打你 所以说 这还是要看场上的形式 就如果自己 试读苗的时候 那你可以量 或者说明显有大波 在拉床的时候 你可以量 因为我有时候很怕 就是 可能 我讲话 我表达的 如果不够清楚的话 观众会 盲目的 那个 他害了你们 因为之前 有一个观众就特别可爱 之前有一个观众说 陈胜我今天我亲了你的 今天把邓爱放副将 被队友骂了 因为我之前说四配四的邓爱放副将 我说那你主张是什么 他说主张是李典 我说那你是该被骂的呀 因为他刚打国战嘛 所以说有句话 你说得清楚 好这边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哇 马飞同学 就托管了嘛 这边进入到了一个非常 其实这个局对自己非常有利的 这个局 胜率已经至少有八成了 人继续 阴魂跟邓爱结盟 因为有两个蜀国 这边这个小 这位朋友小细节作 还不错 就是自己明显在不会挨打 然后魏国也会去打蜀国的情况下 去留了一张无中生友 我觉得这个无中生友 留的还是算是比较小细节 因为我之前我自己 比如说其实我自己的素材什么的 大家会可以看到 就是我有时候经常会 在手牌 不是很明显需要找牌的情况下 我会去留无中 或者说远招进攻 或者决斗这种 之类的这种攻击牌 因为你 你明显不是很需要找什么牌的时候呢 你这种爆发牌是可以留着的 虽然说两张牌 不一定能给你带来什么 但是你多有两张牌的过牌 希望肯定是大一些 对不对 给我回答的 感谢这种攻击牌的 好 再 verme 显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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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